这首《郑去碧》 唐朝的作者叫做崔焦 崔焦在全唐诗里收录了他的作品 一首 虽然说这位作品流传的也不读了 就这一首 人也没什么名气 但是这一句 《侯门一入深入海》 家喻不晓 这首诗的内容其实非常简单 你看 说公子王孙逐后称 然后绿珠垂类低罗金 《侯门一入深入海》 从此消狼是怒人 这里两个故事 所以崔焦去他姑妈家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在姑妈家有一个小丫鬟 就婢女 崔焦挺喜欢这个小丫鬟 这个婢女看得挺好 然后那个婢女也挺喜欢她 两个人不大便知道 两情相悦 两情相悦 挺好 但是突然发生了点变故 什么变故呢 崔焦她的姑姑家 不知道发生什么变故了 家里变得特别穷 没有办法了 怎么办呢 就把她卖了 把这个丫鬟给卖了 卖给谁了呢 卖给当地有一个地方官 你们当地的地方官之后 这个吹焦 我拿着呢 有一天是寒时节 我得寒两节 寒时 寒时节 吹焦等开门头 就看见这个小丫鬟 就是小婢女的 然后呢 就写了这么一首诗 送给了这个婢女 正去婢 去就是离开的意思嘛 这么一个离开 就送给她 送给她之后呢 这首诗就落到她的手里 最终落到她的手里 这是当地的官员呢 然后呢 这官员就派人 把这个吹焦 请到府里 你觉得会是什么事 肯定不是好事 肯定不是好事啊 嗯 我不管你们之前 有没有感情 我都花钱买来了 你还写什么诗啊 就是 别人也觉得她这一去啊 好像凶多吉少是吧 但是呢 她一去之后啊 嗯 这个 这个 这个当地的地方过来呢 就拉着这个 吃一条手 呦 头门一路 深入海 从此消亡 是路人 是你写的吧 嗯 她说啊 是我写的 哎呀 你这个人太有才了 你妈呀 这诗写的好啊 然后一了解情况啊 她说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她说那这样吧 当初我发现买 买它来啊 这个钱我也不要了 不收你了 哎我不要了 然后呢 额外我再送你点钱 呃 我就承承你俩结婚吧 但是啊 这个崔娇啊 在她写这首诗的时候 嗯 她内心的那种情感 可不是说最后结大欢喜的时候 那个方法 嗯 你想想一下啊 说王公子王孙如后臣 这个这句话有两种理解方式啊 嗯 第一种理解方式是什么呢 大家都去追的 当然不可能都去追他啊 嗯 不可能都去 他就形容形容一下 诗不能较真 啊 诗是不能较真的 他你理解他的情绪 比如说什么 金尊清酒斗石鲜 真牛石鲜吗 不是 就是说 我没有金尊 我就放两杯那个随便弄点菜 随便摆一杯酒 但是我能吃出金尊清酒斗石鲜的感觉 你不让啊 去除高贵的感觉 哎 对明白你不能都叫人 他是在说这个 哎 婢女 婢女 大家都对他很有兴趣 是吧 这可以看出两种这个理解方式呢 一个是说 王室申主他 真心 恐后的去 追逐他 嗯 这是一种理解方式 另外一种理解方式 这就比较有意思 什么叫逐后尘呢 嗯 有人在前面有人在后边嘛 嗯 他说你公子王室申 你们是逐后尘 你们在后边 嗯 前面是谁啊 我 你们有个先来后道没有啊 这可能就是说去去调侃了啊 但是也也不一定没有这个可能啊 然后说绿珠垂类低多近 这个绿珠是说他 啊 绿珠是说是说他 肯定是不乐意嘛 然后这个绿珠啊 记得啊 记忆向远 老子给我们印象 绿珠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又一位著名的美女 啊 我好爱听过 哎 近代的那个 石虫 石虫啊 是个极其有钱的人 这个绿珠啊 是石虫他们家的 然后呢 后来有一个人看着绿珠 绿珠特别漂亮 然后呢 好像呢 好像也扇音绿啊 吹鼻子啊 挺有才华的 长得又特别漂亮 有人 有人相中他 分分谁呢 跟这个石虫要 嗯 哎 你家那个绿珠很好啊 我觉得挺喜欢的 你把他送给我的 然后呢 石虫给没给呢 没给 嗯 石虫没给他啊 然后 要他的这个人 嗯 要绿珠的这个人 怀恨在心 嗯 后来呢 就设计啊 把这个石虫给害死 嗯 然后呢 再 后来这绿珠跳楼了啊 啊 他跳楼自杀了 不是 然后呢 这个绿珠啊 跳楼自杀了 嗯 这个石虫呢 就跟这个绿珠说 他说 我今天的这个祸害啊 嗯 都是因你而起 嗯 就是因为你 人家要你嘛 我当初把你送出去 就没有今天这个 这样的这个这个事情发生了 嗯 就是因为你才导致我今天 哎呦 这样的大祸临头 可是这也不乱排 他不是两个跳楼吗 然后这个绿珠呢 就就讲 就说 他就那样了 他说那我死在你前面吧 我就当着你的面子就死了 然后他就从我道上跳进去 这个这个绿珠 是在 正史上 嗯 是提到他的名字的 很不容易的 他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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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杨宇环是不一样的 嗯 杨宇环那是 被皇宫 那是皇妃 那是杨贵妃 那是杨贵妃 对吧 嗯 就是一个 大臣 大臣家里的一个女眷 嗯 而且呢可能还不是正妻 她能进正史 是很不容易的 你脑子里有个印象 绿珠啊绿珠 这里面呢 演了绿珠这么一个典故 相当于是吧 因为绿珠也是你 啊 对 对对 去绿珠这样的一个典故 说明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个 崔环这个时候 他内心的那个情绪啊 就挺复杂 他 演了这个典故之后 他到底有没有埋怨这个人 不知道 是吧 然后公子王子竹后尘 他说了这么这么一句 有没有在讽刺 埋怨 抱怨 恨 这些公子和王子 也很复杂 嗯 也很复杂 因为你说怪他们嘛 人家是花钱买的 对吧 嗯 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什么 什么呃 这些事情 而且你好像怪也怪不到他 然后呢你说这这这这绿珠就是 这里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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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丫头 他 他是人家 他是人 他自己人 就是他这姑姑家的对吧 嗯 人家卖你 在这个年代是合法的 嗯 然后呢这个官员买你 买你也是合法的 嗯 你说他有什么错吧 好像他也没有什么错 嗯 但是生活就是这样 所有的生活 一些情节 当当当当当当 走到一起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结局 嗯 就是可能他们是真心想爱 之后没有办法分开 然后最后这一句很经典的啊 就侯门一路深入海 从此硝狼师徒 这个硝狼指的是谁呢 很多后来人呢 都那个用硝狼来指代一些 嗯 指代一些 嗯 才华 和外貌 都很不错的那些青年 青年工 自己 说自己呢 他从此硝狼师徒 我认他重点 并不是说我多么多么了不起 而从此我们就 各走各的路 嗯 他说猴门一路深入海 这一句 其实他是 假意不小的 就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感 你说他去怨恨 公子王僧 好像 好像 没理由 对吧 没有 你去埋怨绿珠 好像 你看你 这不是绿珠了 就是这个小鸭子 好像 也说不过去 那你去埋怨这姑姑 这姑姑 她生活有困难 家里的 这个仆人卖掉 她也说得过去 也很正常 然后这个官员 你还是那句话 不是我是话去买 我正常话去买 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所有 你一切到一起之后 这个 如果他是硝狼的话 他有一种什么情感 就是特别无可奈何 你是说 他肚子里吧 有没有那些 愤闷的那种情绪呢 有 好像很生气 好像很难过 但是我这气 不知道送谁发 他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我很无奈的看着 这个情况发生 我又左右不了 他是一个弱者吧 他就是一个小的小状态 眼看着这个生活 是这个样子 这个官员肯定是强者 那强者他又没欺负我 他又没欺负我 他又没欺负我 那我是一个很小的 我的眼睁睁的看着那些 我不想 不希望的事情再发生 除了其他诗里面 那种门带的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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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体会到最后那种情绪 情绪就是无奈 有事没出法 但是那情绪其实还很强烈 这就是